台湾有超过169万家中小企业 占整体企业的98%以上 更是提供超过八成的就业机会 可以说是国家安定的基石 第33届国家磐石奖 以及第26届海外台山磐石奖颁奖典礼 今天盛大的登场 标扬海内外接触的13家中小企业 副总统萧美琴更是亲自立临来颁奖 给予获奖企业最高的肯定 副总统萧美琴亲自为获奖企业颁发奖杯 台下的企业团队也热血喊口号应援 第33届国家磐石奖正式登场 经过评审三阶段决选 最终由八家企业脱颖而出 领域横跨农业生计 再生能源资讯服务等 我们希望说他们的卓越精灵 可以带给中小企业 很好的学习的一个标杆 那所以说我们应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让中小企业知道 他们只要有卓越精灵的话 那就可以经过评审的青睐 那就可以得到这个中小企业的最高荣誉 就是国家磐石奖 国家磐石奖从民国八十一年举办至今 已经选拔就348家 整体经营表现杰出的中小企业获奖 而面对全球竞临转型趋势 以及地缘正式变化 中小企业也必须更加灵活应对 随时调整营运策略 才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保有优势 杀出一条血路 所有得奖的企业 他一定要通过ESG的验证 而且都要有智慧化跟自动化 因为现在企业本身都在做积极的转型升级 所以说这方面的专业是必须要的 典礼中也同步颁发海外台商磐石奖 今年绝选出五家企业获奖 分布澳洲 美国 印尼和越南 产业涵盖幼儿教育 五金零件带空等 而获奖企业不止事业有成 更在台湾和桥之地拥有相当贡献 成为海外台商企业的标杆 记者话语汉严连凯台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